我们大概是晚上九点不到一点 到了那个天河机场 整个机场是可以说除了我们148个人 几乎是没有一个人 路上真的看不到任何的车啊 任何的人 这时候就感觉可能这个疫情 要比我们想象中的 可能要更加严重一点 而且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远处的大楼就写着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然后心里就觉得真的心酸 就不知道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回想起来武汉的第一晚 周平的眼眶湿润了 1月24日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发布紧急支援武汉的报名通知 正在准备年夜饭的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民盟成员周平 第一个回复我报名 在他看来 这是从业23年的医务工作者的本能反映 出征前两小时 为了降低感染风险 提高效率 周平减短了一头长发 一开始我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我今年之前 头发也是刚刚烫了一下 我就想号码 刚刚花了一笔钱 去把头发的刀吃好了 现在马上要剪掉 而且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 留长发的那种人 是稍微有一点不舍得 其实到了后来 到这里了 我觉得当初这个决定 其实是做了正确的 义无反顾 轻装上阵 作为上海市第三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常宁队的护理队长 从1月28日开始 周平和队员们 已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奋战一个多月的时间 负责两个普通病房 和一个ICU重症病房的患者救治工作 他坦言 抗疫一线的工作强度 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我们有吸氧的 我们有上呼吸机的 我们有做治疗的 打针的 就各种各样 临床上可以碰得到的治疗 我们都可能会发生 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 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些 失能失智的一些老人 那我们就全程要 护理他们的一些 翻身啊 喂饭啊 喂药啊 保证他们的安全啊 还有约束带的使用啊 等等 因为隔离病房里面 可以说除了医生就是护士了 没有任何辅助的人员 没有工程人员 没有护工 等于说我们护士承担了 很多很多的 这些其他辅助方面的一些工作 周平坦言 一线护理人员的工作细致繁琐 常常需要与患者零距离接触 危险性很大 队员们承担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因此每当遇到危险情况 周平总是第一个上场 一来为年轻队员们打样 二来用实际行动 鼓励他们胆大心细 我带着我们医院的一个小朋友 也是今年刚刚入职的一个小 他也是一个 一米八的一个山东的大汉 然后我去给这个病人 做了一个口腔护理 然后我们小男孩就有点紧张 他说周老师 这个风险太大了 好了我就安慰他说 我说没关系 我说周老师先上 把自己的面瓶带好 保护措施带好 我说没问题的 我说你放心好了 我说周老师先上 周老师没有问题 你们以后就会放心大胆地去做 离家一个多月 谈及家人周平欣慰地说 这次驰援武汉 他的家人都很支持 也为他感到自豪 然后他觉得很自豪 虽然他没有说自豪两个字 但是我从他的一些表情也好 然后他的一些言语当中 我就觉得他好像有一种自豪感 他就说 妈妈你多拍一点照给我看 我会把这些照给我同学看的 他说妈妈你要把你工作的一些情况告诉我 我想知道你在前面 你在那边是怎么样工作的一个状态 周平说 如今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疫情正在慢慢好转 他也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都能平平安安地回家 与家人团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